成功警分局都篮派出所 来了一位慌慌张张的民众 一进门就说 平常用来载火的机车 因为一直停在店家门口 钥匙没有拔 就被顺手牵羊丢了 所幸在警方细心的比对 监视器画面之后 迅速的在24个小时之内 就逮捕了这名机车窃血 人来人往的都兰街上 都兰有位慌张的民众 来到都兰派出所报案 声称他平常用来载火的机车 停在店家门口 因为钥匙没有拔 而遭到不孝的窃嫌 顺手牵羊给骑走了 都兰所活报后 立即动员了整个派出所 分成两组人马 协助民众找寻失窃的机车 一方面有专人调阅监视器画面 而另一方面 派遣警网 在辖区内寻找失窃的车辆 索性在远警彻夜细心的调查 监视器画面后 掌握到了一位身穿酒红色帽T的男子 而在辖区内 仔细寻找失窃车辆的所长邓家伟 在插访过程中 一眼就在路上认出了与监视器画面里 特征相符的男子 立即上前询问 你知道我在找你吗? 你是不是偷了一部机车? 起先男子不断的失扣否认 直到警方出示了监视器画面 才让窃嫌百口莫辨 坦诚犯行 从民众报案到逮货窃嫌 全程不到24小时的时间 让报案的民众十分感激 直呼没想到警方能够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 就帮忙他找到失窃的机车 让他的身材工具可以失而复得 警方在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期间 即便在忙碌 对于防抢防卸的工作 仍然努力不懈 盼的就是希望当民众们都能安心的过好年 记得安杰伦 东河相报道